好 继续来掌握 在台湾最近因为地震不断又余震 就网友发文说 25号凌晨家中开始出现雇网问题 比如说经常会断线 多个县市都有传出断网的回报 网友纷纷留言说 比如说台北断啦 这个基隆也狂断 屏东也是两小时内呢 也断网三次了 那么对此呢 中华电信就特别公告了 为了要提升服务品质 部分基地台要进行系统的升级跟维护 24 25号像是苗栗台中 南投 彰化 高雄 屏东 台东跟澎湖 都会进行一些维修的服务 附近的基地台是可以提供服务的 但是有一些断网的灾情 可能还是会陆续不断的发生了 好 继续要来看看了 这个过去之前 因为有这个油压管爆裂 还有停机清理空气滤精器的 等等的问题 大岗牙目前还是 这个富凯饭店的拆除主力 目前的进度算顺利 可是我们就要来看到 在花莲售风箱了 这个巨型药是否如来识相呢 是从脖子直接断头 那庙方人员认为说 是菩萨承受了众人业力 而现在有个问题了 受风箱的箱长在地震过后 还是要到日本去考察 让很多民众认为相当不妥 切斜的花莲富凯饭店仍然如火如荼 拆除中 25日下午一点多怪手先退开 派出大钢检 重新进场恢复拆除作业 但过程中粉尘不断 大钢检一度停摆了作业 怪手在运行当中的时候 会有大量的粉尘 所以它的空气滤心都会堵住 那需要定期的清理 不过经过清理后 大钢检继续运行 预计今晚会将巫图拆除 立平两周内要拆除完毕 而花莲于这不断 我们也独家直击到 花莲受风河南寺的 要是否雕像头部 也不抵423地震影响 竟然被震到断头了 里头多数建筑也都震到毁损 出于安全 河南寺在25日起暂时封山 大地震后港内潮水潮叉 也非常明显 花莲港经过渔会勘验 竟出现港区水位降低 约一公尺 最低水位升不到三公尺 除了对船只进出港 产生巨大威胁 渔民上下船及渔获运输 也变得更加困难 在后走访受风河 直见地面出现严重军裂 地积位移严重 防污水凝墙震道喷出碎裂 居民求助无门 却传出受风河乡长 在日本行程八天 让村民痛批 上次的地震灾害还没处理好 怎么会选择出国 对于种种指控 乡长也赶紧出面澄清 现在村民只希望灾后重建之路 政府单位能够出面协助 尽快将危机重重的家园回复 好我们来看到的是食安问题 备受关注一人周宇柔 在社群透露说 住家附近的知名面店 他吃完饭之后 回家就狂拉肚子到隔天 还去看了医生 他认为自己应该是有食物中毒 查看Google评论才发现 很多人都跟他有同样的状况 不少人都说这皮蛋面真的好吃 可是隔天总是拉肚子 一个月前有人叫外送 吃完皮蛋面也是肠胃炎 让他觉得这家店有点怪怪的咯 那说到食安问题 我们还要来看到的是 在台中有高档的和牛烧肉店 被爆出囤放过期的牛肉 有192公斤 甚至这些过期牛 还涉嫌有被改标的嫌疑 这家店是由日本师傅坐镇 那么主打的是 从鹿尔岛直送黑毛和牛来台湾 甚至还有桌边代考服务 要价不便宜哦 两个人至少4000块钱起跳 高档路线 但是却爆出有这个过期牛 假如都没有扣除耗损 相当于这是有700多人份 店内大概是40个座位来看 天天爆满 连是三个礼拜才吃得完了 台中奇美商圈 这家高档烧肉店 竟然被查出 囤放过期肉破百公斤 还涉嫌篡改 有效日期 店家主打用鹿尔岛直送黑毛和牛 还有日本师傅坐镇专人代考 双人套餐 4000元起跳走高价路线 开幕不到一年被查到16项过期肉品 共192公斤 几乎是半头牛重量 如果不算耗损 可供700多人食用 以全区约40个座位计算 必须连续三周 天天爆满 才消化得完这些肉 这已经是台中两周内第二间和牛烧肉店爆出过期肉品 吃下肚恐危害健康 金黄葡萄桃球菌 大肠杆菌 或者是沙门氏菌 最厉害甚至可能引起败血症 多亏两名吹哨者检举 烧肉店遭勒令停业 开拔192万元 负责人与肉品商责备30万元 以及5万元招保 其底松心负责人 事业坐很大 除了烧肉店 还在附近50公尺处准备开和牛拉面店 民众掏荷包吃好料 店家却囤一堆过期肉 叫消费者怎么能接受 记者黄山富黄山台中餐访报导 请不吝离